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是我在四五年前在成品書店買的一本書 那在那段時間我覺得我對台灣的文學 跟台灣的作家沒有很深的認識跟了解 所以我就買了這本書 但是我覺得送給年輕人或許他在拿到這個禮物的時候 他可能還不會打開它 可是當有一天他有一個想要認識台灣 想要認識這個島嶼的時候 這裡面有非常多很棒的文字跟很棒的描述 可以讓他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這個島嶼 每一次翻這本書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那後面是它是一個很熟悉的事情 你打開不再是一個遙遠的地名 你打開是就像這個書名一樣齊萊 我們知道我們有一個齊萊山在哪裡 我們知道我們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所以在這裡面有許多台灣的地名 台灣人他是非常熟悉的 我想我到現在才慢慢更理解這些事情 去接觸溪流的時候我喜歡在溪裡面玩耍 因為我又是學舞蹈的 所以我對那一些清冷的溪流經過我身體的那個動態 我非常著迷 它不是就這樣滑過去 它是好像因為你躺的姿勢還是怎麼樣 它會在你的身體產生肌膚會有一個流動的感覺 如果有一天我在舞蹈的時候那個水不見了 就是我不是在水裡面 可是我記得那個水流在我身上裡面的 經過我身體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它可不可能變成一種跳舞的方法 當舞蹈到一個過程它停止的時候 它的形態可不可以去模仿 在台灣高山上的那種有刺的那種冷山的樣貌 或者是台灣遊山的那種好幾隻打開的那個 那樣的一個形態 或者是不然是昆蟲還是紅 所以我覺得好像這些大自然裡面 我們去關注它去探索它 還有非常多的寶物在那裡 等著我們去轉化它 等著我們去關注它 有沒有可能當我們在凝視這些東西的時候 竟然我們對它產生一些情感 竟然我們開始會去保護它 竟然不會再破壞它